好来看到花莲市公所原住民拉拉爸志工队 从3月中旬开始展开花莲市各服器站 以及文件站一检的服务 11号的上午是前往了国府里萨格尔部落文件站 而市长魏嘉燕也特别到场关切长者课程的同时 也感谢拉拉爸志工队部分族群提供一检的服务 志工们拿起剃刀为长者打理出清爽造型 这里可不是居家理发厅而是部落文件站 花莲市公所原住民拉拉爸志工队 从3月中旬开始 部分族群展开花莲市服器站及文件站一检服务 11号上午是前往了国府里萨格尔部落 买一啊 哪里不买我包得最快 有没有很谢谢拉拉爸来帮我们检查吧 对啊 他很早就跟我讲了 我就等待几点 感谢市公所给我们这个机会 来为我们的服务站的或者是文件站的长者 来这边预检 市长威佳燕也特别到场关切长者课程的同时 也亲自拿起吹风机帮长者书法 并向热忱服务的拉拉爸志工队表达感谢 给市长吹 谢谢 好 真的这次要非常感谢拉拉爸志工 常年都是在我们市区的一些据点跟一些文件站 然后再帮我们一些弱势的一些家庭 然后来做我们的一些协助 然后当我们的志工 那在这个部分 今天也是做意见的动作 那全年度 总共26场 然后到各个据点跟文件站 然后服务我们据点的一些年长者 那真的非常的感谢 那我们也会持续的 给我们拉拉爸志工支持下去 拉拉爸志工队的意见服务 全年度总计有26场次 而服务对象不仅是只有原住民 更是把触角深入市区的贫困家庭 以及独居 单亲 夫妻站 部落文件站等等 希望透过意见服务 将这份温情传递至各个落势角落 记者 徐立晴 华林斯报导